珍報海鮮坊上星期二離開香港 原定前往東南亞維修 怎知四天後 在南中國海西沙群島附近海域沉沒 海事處在香港01等傳媒追問下 終於承認終點站是柬埔寨 已經要求船東交報告並跟進調查 不少人質疑海鮮坊的運送方法不夠安全 香港海原工會前主席李志偉說 西沙群島屬於遠洋海域 風浪較大 過去也有不少意外 他說珍報海鮮坊大多數時間 停在較淺水的香港仔避風塘 相信船隻設計食水相對淺 若使用半潛船運送 可以安頓在甲板上 做法相對安全 但是運輸成本甚高 香港保險專業人員協會主席麥理順說 珍報海鮮坊並不是船隻 沒有動力 理應購買貨運保險 而不是一般的船保險 而保險公司在賠錢之後 貨物理論上屬於保險公司 如果海鮮坊沉沒在公海範圍 保險公司有權不打鬧 整個沉沉我們叫全選 全選 如果現宋司出了保單給投保人 賣多少錢就要賠多少錢 賠了錢給投保人之後 珍報海鮮坊 理論上屬於本公司 如果打鬧的費用 貴過投保額 打鬧上來也不值錢 罵上來也沒用 消息交流 社群不可於是 親手 wam